弟兄姊妹们早 我们又大家一同聚集在主的跟前 把敬拜 荣耀 感谢赞美 都归给我们亲爱的主 我们和弟兄姊妹先来唱一首诗歌 第五拜八十四首 《与你更亲我神》 这首诗歌以《创世纪》二十八章做背景 讲到雅各漂流在旷野的时候 得着神的显现 看见天上的异象 所以这些诗歌我非常地喜欢 非常地宝贝 我想第一节我们可以一同来唱 那么第二节第三节不唱 我把它多一遍 然后第四节再唱一次 好 我现在唱第一节 弟兄姊妹 你们有四个本 也可以一起来唱 祝你更亲我神 祝你更亲 虽然是家在身 不宜前进 我的歌唱声音 人是与你更亲 人是与你更亲 与你更亲 好 第二节我来读 弟兄姊妹 你们在家里也可以读 虽然旷野漂泊 日益稀醉 黑暗四位笼罩 整时而睡 梦中我仍追寻 忘能与你更亲 忘能与你更亲 与你更亲 这是讲到亚哥在旷野漂亮的光景 第三节呢 好 仿佛一路显明 如梯通天 凡我说你事尽 出你恩怜 仍有天使来迎 迎我与你更亲 好 这是最美好的一段 当亚哥正在走得无路的时候 他看见身上的显现 有个天体出现 好 第四节 我们一起来唱 心来 心事满足 新鲜感激 心来 心事满足 新鲜感激 日与你 心事满足 新鲜感激 仍然上重 我的歌唱声音 仍然与你更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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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们四个就唱到这里 我们要和弟兄姊妹一同 祷告 祝我们今天 和弟兄姊妹一同聚集在你更前的时候 我们深深渴望 你把那个赐给雅各的异象 也放在我们每一个弟兄姊妹们的里面 让我们今天在地上漂流 碰见许多艰难凑凑的环境的时候 常常看见 有个天体出现在我们的更前 足处的纪念 我们来奔走你的道路的时候 若不是天上的异象来引领我们 主要利用自己的丰富荣美 向我们显现来支持我们 我们常常走不上去 但当你一显现的时候 我们感谢赞美主 我们的脚步就健壮了 我们的心灵就能够熬熟起来了 我们感谢赞美主 所以今天早晨 我们的教通这段圣经 我们求主与我们同在 你的高油涂抹在我的里面 我们把荣耀敬拜赞美爱戴 都归给你 靠主耶稣基督的名 阿们 我们要和弟兄姊妹 来读创世纪第28章 我们从第10季度起 读到末了 我来读 弟兄姊妹在家里 也可以一读 雅各出了彼此坝 向哈兰走去 到了一个地方 因为太阳热了 就在那里住宿 便拾起那地方的一块石头 整在头下 在那里躺下睡了 梦见一个梯子立在地上 梯子的头顶着天 由神的使者 在梯子上上去下来 耶和华站在梯子上 说 我是耶和华 你主亚巴拉罕的神 也是伊萨的神 我要将你 现在是唐恶之地 赐给你 和你的合意 你的合意 必像地上的 沉沙那样多 必像东西南北开展 地上万族 必应你 和你的合意得福 我也与你同在 你无论往哪里去 我必保佑你 令你归回这地 总不离弃你 知道我成全了 向你所应许的 雅各睡醒了 说 耶和华正在这里 我竟不知道 就惧怕说 这地方何等可为 这不是彼得 那是神的殿 也是天的门 雅各清早起来 把整的石头立作柱子 胶油在上面 给他七名 那个地方七名叫波特利 就是神殿的意思 在那个地方七名叫路斯 雅各许愿说 神若与我同在 在我所有的路上 保余我 又给我食物吃 衣服穿 使我平平安安的 回到我父亲的家 我就必以耶和华为我的神 我所立位柱子的石头 也必着神的殿 凡你所赐给我的 我必将十分之一献给你 今天早上 我要和弟兄姊妹讲的主题 是 孔子雅各一生的异象 我先来讲雅各这个人 我们知道 这段圣经大家都很熟悉 雅各的故事大家也很熟悉 雅各这个人 他有很大的优点 他的优点就是 他对神的事情 非常的渴慕 他对说天的福分 非常的向往 我到这里的时候 我觉得 我就远远赶不上雅各这个情形 你看雅各 对于那个长寿的名分 多么的看重 多么的宝贵 你看看 他对于神借着 他的父亲伊萨 所做的福分 他也是何等的欣赏 何等的巴不得 这些福分都能够领到他 我常常觉得 今天我们中间 能够像雅各这样 对神的事情 那么渴慕 对天上的福分 那么相望 好像我们远远 过不上他 所以 神正是检续这个雅各 难怪神说 雅各是我所爱的 弟兄师妹 我们每一个人 我们盼望不盼望 我们也是被神所爱 那么这个就需要 对着神的事情 对着神的旨意 对着那个说天的福分 能够有那么迫切的 一种追求 一种向往 但是另外一方面 雅各这个人 有很大的软弱的一面 或者说 他很恶劣的一面 大家都知道 因为雅各这个人 很自私 很会用手段 很有心机 自私自利 自顾自己的福分 就不顾别人的痛苦 所以你看看 无论他骗取 他哥哥长着的名分 骗取他父亲的祝福 骗取他舅舅家的那些牛群羊群 你觉得雅各这个人 那只能日记斑斑 那真是 大家都很害怕 假设我身边 有雅各这么一个人 那我日夜都要担心 我怎么办 所以雅各呢 有他的优点 也有他的乐点 但是神不离弃他 假设是我的话 我就最好不要跟雅各靠近 让他远远离开我 我不要见到他 但神呢 神有智慧 神有更巧妙的手 神说 雅各这个人 因为他对我的事 有兴趣 他磕默说天的福分 他宝贝我心中的计划 和我的旨意 他能够赏神的事情 所以他这样一个人 即便他乐际斑斑 我对他也有办法 你雅各厉害吧 神说 我有更巧妙的手 来制作他 来改变他 所以弟兄姊妹 讲到这里 就是 我们圣上 如果 对神的事情 真是那么苛默 对所听的事情 真是那么向往 就算是否 就算我们圣上有许多的缺点 有许多的失败的光景 也不害怕 也不害怕 因为神能够来做工在我们身上 但一个人 如果对所听的事情 不向往 对神的旨意 你不关心 或者说 对所听的事情 不会那么失败 那么 即便你的行为 样样都好 即便你各方面 都非常端正 非常尊重 神看你 因为你对神的事情 不可恶 神就觉得 我对你这个人 就没办法 所以这个事情 就提醒我们 只要我们 能够真正对神的事情 那样可恶 有最终的心愿 不管今天我们身上 有多少的软弱 有多少的难处 神都能够做工 你们大家都知道 在意大利佛罗瑞斯 一个美术学院里面 有一阵大卫的雕像 那在16世纪 一个意大利的艺术家 米格朗基罗 他有一天 在路上经过一个垃圾堆 看见那些地旁边 有一块大利石 很好的大利石 是吃餐大利石 很村民 那个地方 是出来了一块大利石 但这块大利石 大概被某一个 掉颗加压 掉颗坏了 所以把它丢去了 丢在垃圾堆的旁边 但是米格朗基罗一看 他心上 这么好的一块大利石 丢去了他可惜 虽然被人做坏了 他走私又想 他无有办法 所以经过他巧妙的设计 经过他尽心的制作 就在这一回被别人丢弃的大利石 拿来做材料 制作出今天整个世界都为民的那幅雕像 少年大卫 今天还摆在意大利佛罗林斯 一个美术学院的礼品 弟兄姊妹 赞美主啊 所以你看看 我们虽然败坏 我们虽然许多的软弱 我们虽然常常失败 正是自己觉得很讨厌自己 但是呢 只要我们向着神 有那样一个磕磨 经历在基督徒的身份 你磕磨不磕磨 你只为神的儿女 你宝贝不宝贝 主把那一个天上的荣耀 向我们显现 你是不是很欣赏 所以只要我们有这么一个 对主的磕磨的心 神这伟大的艺术家 祂在我们身上 能够做祂的工作 所以现在我们来讲到 神的巧妙的手 神手啊 你雅各很有手段 你雅各好像用许多的心思 用你的计策 用你的许多许多的那些 那些座位 那些座位 巧去豪夺 你骗走了 哥哥长自的名分 骗走了父亲的祝福 也骗了 就就加了许多的财物 我对你就有办法 你看看 我在你的身上怎么走 我有一个巧妙的手段 用我神圣的智慧 来把你这个不成才的 可能被别人都丢弃的 人人都看不中的 这样一个材料 我能够把你制作成为一个 最美好的吉祖 所以一佛所说 第二章里面有一句话 我们都是神手中的吉祖 赞美主 我们看看 神的吉祖 神怎么做呢 神就胜出手来了 就像神坐在摩西的身上的工作是一样 你看到摩西 正用他自己的 那个强有力的绑币 要帮助在埃及的 他的伊斯利兄弟 所以当那天看见 那个埃及人 在欺负他的兄弟 伊斯利人的时候 摩西不是走上前去 一下子 把那个埃及人打死了 把那个西班的兄弟 救出来了 摩西以为 你看看 我都能干 我都强壮 结果呢 神来做工了 神就让摩西东仓四法 所以摩西没办法再在埃及的距离下去了 他只好逃到米甸的旷野 这一旦就待了四十年 这神在摩西身上这样工作 你看看 现在神在雅各身上也是这样 你已经取得了哥哥长子的名分 你已经取得了父亲 你的父亲 一刹的给你的祝福 但是呢 神的时候生出来了 神巧妹的时候生出来了 他哥哥扬眼 要杀他 所以他母亲一听见 这个大孩子要杀小孩子了 就赶快 对他父亲一刹说 快快把这个小孩子 就送出去吧 所以雅各呢 这个温暖的家待不住了 他只能够离开了西班伦 离开了那位丰富的父亲 离开了那位慈爱的母亲 离开了那这个正是从小居住 叫他很舒适的一个家庭 现在到了二十八章啊 他来到旷野 漂流的生活 好 这是神工作的头一步了 把他带到旷野 所以当我们刚才来读 《创世纪》二十八章的时候 你看见 这里 雅各乐道一个 何等荒凉 孤单 河暗的一个环境 所以二十八章写到 雅各漂流旷野的情形啊 第一天 他太阳热了 弟兄姊妹你知道 太阳一落了 河暗就来到 那前途茫茫 看不见什么盼望 我怎么办呢 他要睡觉 但是呢 没有一个可以 做枕头的地方 正像主耶稣上讲的 人质在地上 连枕头的地方都没有 那个情形 是何等的 这个是不丹寂寞 艰苦 你只要一个人 一个人睡觉 枕头很要紧 那个枕头好 晚上可以睡得很舒服 枕头不合适 那你发现了货气 就睡不好 所以许多人就像我的儿子 他住在西雅图 他来到温哥华 看我们的时候 他每一次来 都带着自己的枕头 因为必须要有好的枕头 晚上才能够有一个 可以安稳地睡觉 所以雅图 连一个枕头的地方都没有 结果看见一块 又冷又硬的石头 摆在那里 他只好 把这一块石头 又冷又硬的石头 来当作枕头 睡在这个石头上面 这个讲到又冷又硬的石头 就是一个艰苦的代表 就讲到现在雅图 落到的环境 是多么的艰难 多么的困苦 讲到这里 我就想到 我们这一代的中国人 经过抗战 经过内乱 被环境所驱逝 有的人 离开祖国 到了香港 有的人就到了台湾 像我就到台湾 在海外漂流 因为因为在香港 在台湾 好像也不是长期居住之地 所以许多年 又漂流到美国 漂流到加拿大 所以我就感觉到 我们正在这世界上 就过着一种 漂流到生活 所以我常常想 现在我的家在哪里 在大陆 在祖国那边 已经没有我的家 在台湾 也没有我的家 我在美国祖国 其实美国也不是我的家 在加拿大 在加拿大住了 就算我拿到 加拿大的公民的身份 但也没有人把我 正当作是加拿大人 但我们自己也觉得 我并 有加拿大的身份 但是就不像个加拿大人 所以何处是我的家 我们的生活 就在艰苦当中 就在这样 在最艰难 最困苦的环境当中 居然神就来向他显现 所以现在我们讲到 第四点 讲到神在亚过 在艰难困苦的环境当中 神来向他显现 赐给他一个 波特里的异象 亚过正是艰难困苦 我怎么办 前途茫茫 一片寒暗 我的环境极其艰难 什么指望都没有了 我的路好像走到终点了 没有路好走了 前途茫茫 不知道明天要如何 记得这样的一个晚上 神就向他显现 神在梦中向他显现 刚才看见一个天梯 一条通天的梯子 梯子头是顶着天的 梯子的脚是立在地上 还有神的死者 上去下来 再替自己杀 感谢赞美主 我们本来不晓得 这个梦是什么意思 神在的指示我们什么 就等到 又安分第一章 主耶稣来说话的时候 主耶稣那一天 等拿单一说 你们要看见 天开了 神的死者 上去下来 在人之身上 创世纪二十八章 是讲到 神的死者 上去下来 在梯子上面 那么主耶稣到 又安分呢 他讲到 神的死者 上去下来 在人之身上 哦 现在我们明白了 原来 雅各梦见这个天梯啊 就是神 把他儿子 主耶稣就都 向他显现出来了 我们的主耶稣是 头顶着天 他本来是属于天 他从天降下 他又仍旧在天 所以仍旧在天 他的头一直顶着天 从天降下来到地上 他降卑为人 他像我们一样 来到这个地上 来成为人 所以主耶稣记得呢 他就是那一条 通天的错路啊 你看 他就把 神的死者 就上去下来 首先呢 主耶稣 把神的恩典 带下来 把神的爱 带下来 把神的能力 带下来 把神的平安 带下来 把天上 各样所有的福气 带下来 另外一方面呢 他又把我们的需要 带到天上 神面前去 因为他是我们的大祭司 他听我们的祷告 他知道我们的需要 他知道我们的软弱 他知道我们的困苦 他曾经在地上为人 他很了解 体替我们在地上 做人的 种种的难处 所以当我们 正是那 满了需要 满了痛苦 正是需要 主要帮助我们 主就把我们的心愿 就带到天上 祷告在神面前 他是那个大祭司 为我们在天父面前 敬场祈求祷告 感谢赞美主啊 所以正当雅各 走投无路的时候 也有通天的出路 向他显现出来了 由神的使者 上去下来 把我们和天连接起来 一讲到这里啊 我也信心充满了 感谢赞美 刚才我讲到 我生长在抗战时代 因为那个时代 物质区乏 所以没有多少东西吃 我们难得一年当中 吃到几只鸡 吃到多少肉 因为那个环境艰难 所以我身体就长得很软弱 经常会有病痛 面黄肌瘦 我的体育老师啊 因为他看我对千球啊 对得那么近 他说这个王波熙啊 你这个手臂 是不是翻手做的 哎呀我听得也很难受的 所以正到二十来岁的黄金年代 别人都在这个运动场上 游了场所 构造非常享乐的生活 我呢 那场上会躺在病床上啊 望洋叹息 哎呀我怎么办啊 好像我走投无路了 我一生 不可能有什么盼望了 所以正当我这么直接 也是像雅各一样 落到一个人生的尽头的时候 突然 神就把一条通天的路啊 写向我打开 神的福音给我听见了 就看见主耶稣基督 这一位通天的梯子 把天上的恩典带来 把天上的喜乐带来 把天上的平安带来 所以当我一听见福音 知道主耶稣这么宝贝的时候 我一记住主耶稣 感谢赞美主啊 我就尝到了人生当中 什么叫做爱 当我小的时候 父母爱我 一些 或者亲戚长辈 老是爱我 这个也是没问题的 但那个很短暂 但一般人之间呢 我就不得懂得爱 我不晓得去爱别人 我也不晓得 别人会爱我 一直等到我醒来 走耶稣之后啊 我就真正尝到 天上的喜乐 神神的爱 神天上各样 说了你的付费 赞美主耶稣天下 我开启了 神也把我的需要 主耶稣也把我的需要 就带到天上去 主耶稣知道我的软弱 主耶稣知道我的孤单 主耶稣知道我的很爱 主耶稣知道我的无望 所以主耶稣呢 把我一切需要 都带到神面前 感谢赞美主啊 就自从我信了耶稣之后 就说了主耶稣 进到我的里面 我的身体啊 一天一笔一天 健壮起来了 所以啊 经过这几十年 赞美主啊 那一位 模样我一生年代的神啊 那真是照顾我这几十年 使我经过这么多年 你看我不但没有 年纪越大越衰弱 反而主的恩典托着我呢 就我经过这几十年的路程啊 我的身体梦足得保守 所以别人看见我呢 这个王某人啊 年轻的时候 你看面望几手 那个骨头像柴一样的 那么淡薄 我们以为他早就死了 哪知道现在的炭火都好好的 感谢赞美主 所以主耶稣就是 神为我们预备的 一条通天的出路 赞美主弟兄姊妹 我们要看见 我们有一个天梯 神给我们预备天梯 就是主耶稣 就是主耶稣 祂把天上神的各样的丰富 都带给我们 祂把我们的需要 都带到神面前 使我们在天地之间 能够和天联系在一起 感谢赞美主 所以这个梦见天梯 然后呢 还听见神的应许 那天晚上啊 你看 神在雅各那段话呀 那真是好 神这么应许他呀 耶和华站在梯子上说 我是耶和华 你主亚巴兰的神 也是耶稣的神 那也表示啊 我们的神 是昨日今日 直到永远都是一样 他以往 在亚巴兰的圣上 做出的工作 在耶稣的圣上 做出的工作 今天也要做在我们的圣上 所以耶稣基督 昨日今日直到永远 都是不改变 赞美主 第二点呢 他说我要将你 现在所唐恶子弟 要赐给你 和你的贺义 感谢赞美主 神说啊 我要把你现在所唐恶子弟 就在最孤单的一个环境 这艰难的一个环境 这个地啊 这个环境啊 要成为我给你的产业 所以今次碰见的艰难啊 都要为你带来 极其丰富的恩典 极其为豪大所听的福分 还有呢 你的贺义呢 也必像地上的尘沙那样多 那样的生命的丰盛 生命的传养 还有一点呢 神说 我也必与你同在 感谢赞美主 我们知道 神的同在啊 是我们最大的父子 是我们最大的力量 你想得又是 他在各奴仆的生活 他在各煎熬的生活 他怎么够来的 也和神与他同在 所以基督徒啊 只有与神的同在 什么艰难都不用怕 什么危险也不要怕 今天我们落在 新冠状病毒的灾害的 那个 情害之下 哎呀 怎么办啊 这个日子怎么过啊 这日子什么时候了啊 到底将来会怎么样啊 我们也猜想不到 不知道明日将如何 但是呢 只要与神与我们同在 弟兄姊妹 你想想看 我们海洋大怕嘛 赞美主 虽然千人扑刀在我们左边 万人扑刀在我们右边 但只要与神与我们同在啊 祂就是我们平安 祂就是我们山寨 祂就是我们坚固台 祂就是我们 一起来盼望 赞美主 所以与主的同在 我也各了 所以刚才我们唱的诗歌啊 与主清净 与你清净 常常靠在主的身边 相自主同在 好 那么神这么应许呢 亚哥醒来了 一醒来之后 亚哥说 哦 耶和华真在这里啊 我竟然不知道啊 弟兄姊妹 这句话真是宝贝啊 在我们最艰难 最困苦 最寒暗 最无望的时候 你知不知道 耶和华就与我们同在 耶和华正在这里 我可能因为 耶和华把我堆弃了 不然 不然 怎么会造成这么多的苦难啊 但是啊 诗篇 有一篇诗篇里面讲到 耶和华 以黑暗为举首 这正当我们落在 黑暗里面的时候 耶和华正在你的身边 对不起 耶和华正与你同在 所以要知道 不管你的环境多艰难 不管你的遭遇多痛苦 要知道 耶和华正与你同在 所以这是神的电 这是天的门 这是天上雅各开起了 神的电 你醒出来 给亚各看见了 神赞美着 把天上的荣耀 下面打开了 所以亚各做一件事情 他醒了之后 就把他所枕头的 那块石头 就立作柱子 并在脚上有 为了好好思想 这句话真是很宝贵的 这一块又冷又硬的 坚硬的石头 将来要成为神殿的柱子 所以这句话就告诉我们 今天我们所碰见那些艰难 那些困苦 那些压力 那些难处 好像那个石头一样 又冷又冷 叫你受不了的 叫我睡觉的 睡不安稳的 叫你成为神殿的柱子 要立起来 成为神殿的柱子 感谢赞美主 你知道 神的殿是怎么建立起来的 神殿的建立 神家的建立 不是在于我们的 自己的智慧聪明 自己的方法 自己的技巧 不是因为我们的热心 我们的爱心 不是靠着我们自己 天然的聪明智慧 我们的学生 我们的技能 我们的财富 我们的地位 神的殿在建立 来是让我们经过 一段旷野的路程 碰见一些艰难的环境 你碰到的 那真是又冷又硬的 一块大石头 叫你睡觉 睡不安稳的 相当的艰难的 压力是那么大 原来啊 就正当我们在艰难 困苦的环境经过的时候 我们在主里边 和主间有了交通 我们就经历了神的恩典 经历了神的能力 经历了神的爱 经历了神的丰富 所以一切的环境 一切艰难的环境 原来对我们 都是一个益处 所以你一定要说 每一次的打击 都是真理一样 原来我所碰见的 艰难困苦的环境 都是对我有一处的 所以你一定要说 你若不要感染成渣 它就不能够变成油 你若不投葡萄入渣 它就不能够变成酒 你若不能拿到成高 它就不能够疯疯 所以每一次打击 都是真理一 连神把我们的东西收去 如果你将我收取的东西 你自己来代替 多么的美好 所以当我们经过这个漂流 经过这个艰难 经过这个困苦 那块坚硬的石头 要成为神殿的柱子 所以神的家 连神的国 都是这样 在苦难中经历到神 而建立起来 所以真正我们被建立起来 不是我们外面的东西 那是里面基督的生命的成长 所以雅各还把这块石头 浇油在上面 这块石头 要真正作为柱子 必须要经历高油 当我们 在艰难困困的环境当中 迫使我们来到神面前 来学习 所以这样我们学习当中 那个神的高油 圣灵就像高油一样 就降临在我们身上 就充满在我们里面 所以当我这个艰难 我这个橄榄被压成渣的时候 油就出来了 当我这个葡萄被投入酒造里面的时候 那个芬芳的酒就出来了 所以每当我们在建立环境当中 让我们正在这么好认真地学习的时候 那圣灵的高油就降下来 就充满在我们里面 就知了我们的信徒 就我们享受到 原来神的恩典这么丰富 我在建立的时候 天的味道就给我尝到了 享受到圣灵的滋味的时候 原来这是天的门 这就是神的店 所以光是石头还不能够成为神店的柱子 这个石头一定要加上油了 因为圣灵的高油充满在其上 我们享受到圣灵的媒体都丰富了 这个交油的石头就能够成为神店的柱子 所以雅各这样一来 他就改这个地方 七名叫波德利 原来这个地方叫路斯 现在改成七名叫波德利 波德利的意思就是圣灵的家 所以弟兄姊妹 我们就看见 圣灵的家原来是这样被建立起来 现在我讲到最后一点 就讲到这个意向 就控制了雅各的一生 刚才我们讲的这个意向 其中有两大重点 第一个重点就是 基督是我们通天的出路 无论我们在哪里 无论我们遇见到的难处 我们人生的地上 总共会碰见许多许多难处 今年有这个难处 明年有那个难处 难处很多 但是不管我们在何处 我们碰见什么 我们都要知道 基督就是那叫痛天的梯子 他就是痛天的错路 这是第一点 我们要认识 第二点就是 我们遭遇到的一起环境 一起的艰难困苦 都是为要使我们 被建造成为神殿的柱子 也可以说 我们所经过在任何的环境 只要我们在主面前 可以好好地认真去接受 不是用脚去剃刺 乃是在主面前接受过来 让主的工作在我们身上 那么这样 那些艰难困苦的招力 都要变成神殿的柱子 神殿的殿就把它建了起来 这个就是波特利异象的两大的特点 那么这个异象呢 就控制了雅各一生的年日 所以雅各一生的肇虑 都被这个波特利异象 所控制了 无论他在幼年 在父亲家里面 所遭遇到的事情 他有一个很粗暴的一个哥哥 他有一个昏花眼睛的父亲 他有一个很爱他的母亲 都是圣上安排来制作他的 他有碰见 在巴达亚兰 一个很厉害的舅舅 那班 这个那班也很会用手的 雅各在那班家里二十年 前七年是为了那街 前七年是为了丽雅 第二个七年为了那街 第三个七年是为了 牧羊他的幼父的牛群羊群 这个二十年之间 雅各说句话 在二十年以来 我在巴达亚兰 白天受尽干热 黑夜受尽寒烧 那相当的艰难 相当的困扑 那么等到雅各离开巴达亚兰 他舅舅的家 因为神在上的显现 叫他要回到波特里去了 那么他从巴达亚兰 要回到波特里 回到西班人 一路上啊 雅各还是经过许多些人 进来困扑 你看 一路上 他碰见哥哥来拧接他 哎呀 面对一个一生要杀害我的哥哥 我怎么办啊 然而把哥哥拦出应付过去了 他的女儿底纳又出事件了 我们大家都知道 这个底纳 到了世界那个地方啊 他想要去看看 那个地方的女子是怎样的 这一看啊 带来了灾火了 这个底纳被点误了 所以神的儿女啊 不能够离开神的家 要去看看世界上的人 他们是怎么生活 他们是怎么过日子的 你出去 离开神的家 你看看世界上的人是怎么样的 你就很容易被这个世界所玷污 然后呢 他两个儿子 一个西面一个立威 又藏后了 因为事件 玷污了他们的妹子底纳 所以 这个西面和立威 虚气放肛 所以一下子 动气杀心 用诡计 把世界的人统统地杀 哎呀 这件带来雅各 多大的痛苦和难受 这雅各真是没办法安居了 然后呢 雅各最爱的妻子 那妻 也因生残而去世了 连利巴加的奶妈也去世了 最后 当饥荒的年日来到 饥荒年日还没有来到之前 雅各一生 说最爱的儿子 又是 也被他说 给哥哥们出卖了 然和 西面 也被扣留在埃及 然和 雅各一生 最爱的儿子 碧亚明 因为又是已经不在了 现在碧亚明 是雅各最爱的 但是呢 那个埃及的者相 对他说 给哥哥们说 非要把 辥荒明 带来不可 你只知道 这个辥荒明 是雅各的 信徒 他说 我最爱的儿子 又是不在了 现在辥荒明 是我的心的 最宝贝的一个 你们如果 把辥荒明 带去 就我白发苍苍 被白发苍苍 下到阴间去 我这么活啊 所以雅各 你看 这一年车的打击 这一年车的打击 都是神 安排 来指向 成全 莫得你的意向 这些艰难的环境 困苦的环境 都是那一块 大石头 一块一块的石头 结果呢 这些艰难 这些困苦 神扎得上 一些的工作 都是我的成全雅各 叫雅各 变成意识利 而建立起 神的加赖 所以 这些困苦 艰难 都是受 波特利 那个意向的 控制 那么 就讲到这里 就是 不但是 雅各 受这个意向的 控制 今天 连我们 同样的 我们的 一起 这个意向呢 也是同样 控制 我们一生的意向 所以今天 我来传讲 这篇信息的时候 主要的目的 不仅是讲到雅各 更要引用到 我们身上来 基督徒啊 我们每一个人 都需要 有波特利的意向 那就 神来向我们显现 天来向我们开启 在艰难困苦当中 你能够认识 基督 是我们通听的出路 并且知道 我们所遭遇到的 任何环境 任何痛苦 任何事情 好的也好 坏的也好 都是 要使我们 能够成为 神殿中的坐姿 那些艰难困苦 那些像那个 又能永远的石头的 那些躁虐 都是为了教我们 来更多 经历神的恩典 好教神的高友 圣高友 也充满在我们身上 充满在我们的礼拜 使我们成为 建立神殿的柱子 感谢赞为主 这就是今天 我传讲的信息 孔子 雅各 一生的意向 也是孔子 我们 一生的意向 求主 再把这个意向 更多地开启在我的里面 也开启在 我们每一位弟兄姊妹们的里面 好 我今天交通就到这里 我们低头 再一个祷告 主耶稣 我们来传讲 来宣读 雅各一生的遭遇的时候 我们 甚至知道 这不仅是雅各的故事 也是我们 做神的儿女们的 我们每一个人 该有的一生的经历 主 感谢赞美你 因为像我们这样 极其不配的人 竟然蒙到你的简线 你是我们成为神的儿女 你要做功在我们这人身上 我们是谁啊 我们是寇怒之子 我们是世界上 谁一种肉体 和虚弃所生活行动的一般人 我们本来在神的子民之外 与神的福分是无分无关 但是感谢赞美主 因为你解信了我们 把我们摆在你儿子耶稣基督的里面 感谢赞美主 你去做功在我们身上 所以求主 叫我们今天 不禁地传讲这篇信息 不禁地听到这篇信息 求主 借助你的圣灵 把这个书庭的意向 也放在我们 每一个地方子们里面 叫我们的书庭的事情 有更多的认识 让我们看见你的手 在我们这般不配的人身上 来做的那许多奇妙的工作 主在这里 但愿我们能够像雅各一样 在里面有个奉献 主啊 愿我们今后一生的路程 都在你的带领之下 经常经历到你的同在 相信到天的看顾 主我们赞美你 但愿我们能够在你圣灵的手里边 被你制作 最后能够成为神殿中的祖子 愿我们众弟兄姊妹 个个都成为神殿中的祖子 叫你的家被建起来 叫你国度能够造成降临 我们把荣耀敬拜爱戴都归给你 靠主耶稣基督的生命 阿们